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章节是 如何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一个人上楼梯分别以六层和十二层为目标 其疲劳状态出现的早晚是不一样的 我发现如果把目标定在十二层 疲劳状态会出现的晚一些 因为当你爬到六层的时候 你的潜意识便会暗示自己 还有一半呢 现在可不能累呀 于是你就会继续鼓劲往上爬 这说明了什么呢 目标高低带来的自我暗示 直接决定了我们行为能力的大小 进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意识不但会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 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生理状态 这就是心理暗示的重要性 你也许还会有些怀疑 自我暗示真的拐庸吗 是的 现代实验心理学家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 由自我暗示而产生的动机 即使是假装的 也会成为人们快速学习的最有力的诱因之一 因此 请对自己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 威廉 詹姆斯曾说过这样的话 人们通常认为行动总是跟随在感觉之后 但实际上 这两者是并存的关系 行动为人们的意志所制约 借着制约行动 意志可以间接地制约感觉 而感觉并不受意志地直接控制 因此 当我们不再感到快乐时 唯一的改变办法就是愉快地睡觉 吃饭 谈话 尽量从行动上表现出你很快乐 如果这样都不能改善你的心情的话 那么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让自己勇敢起来 即使只是从行动上表现出来 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自我催眠 行动可以间接影响你的感觉 然后调动你所有的意志来达到这个目的 这样 勇气也就会取代恐惧了 这就是一种心理暗示 接下来我将举一个例子 以证明这种心理暗示理论的正确性 这个人被视为勇气的象征 他也有过胆怯的时候 但他决心只依靠自己 于是 在不懈地努力之后 他终于成了受人敬仰的勇士 他就是反对托拉斯 以言论左右听众 手里挥舞着总统权杖的西奥多罗斯福 在他的自传里 他这样写道 我曾是一个体弱多病 而且笨拙的孩子 年轻的时候 我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中 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因此不得不艰苦地训练自己 这重训练并不只是身体上的 也包括灵魂和精神上的 一个这样的孩子 是怎么变成勇士的呢 他在自传里解释了 让他得以转变的原因 我在马里埃的书中看到过一段话 印象极为深刻 并把他实时记在心里 这是一个小型英国军舰的舰长 向主角解释如何才能顶天立地 无所畏惧的生活的一段话 他说 最初要行动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紧张 不安 重要的是 不应让这种恐惧感延续下去 你应该采取的方法是控制自己 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样持之以恒 假装的就会变为现实 他只不过是想练习坚强的意志 但这种练习让他变成了真正的勇者 这就是我训练自己的方法 一开始 从大灰熊到野马 猎枪 我什么都怕 可我尽量装出不怕的样子来 慢慢的 我不再恐惧 人们要是愿意 也可以像我一样 罗斯福这样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有一个犹太人 想要活着走出纳粹集中营 人们都说这是不可能的 丧心病况的纳粹分子 随时可能把他们成屁地拉出去枪毙 另外 恶劣的生存环境让人们生病 相互传染以致相继死亡 总之 人们都已经失去了生存的信心 但是 这位犹太人 暗暗地告诉自己 说 某月某日 联军一定会来拯救我们的 在此之前我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结果 在他预定的那个日子来临之前 他的同伴一个个死去 但是他却坚强地活了下来 然而 当他预定的那个日子来到以后 他却像他的同伴一样 急速地衰弱并且死亡了 从上述事里 我们可以看出 心理暗示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勇气 积极的心理暗示可以使我们克服恐惧 战胜困难 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十分有利 那些敢于接受这项挑战的人 将发现自己正脱胎换骨 享受更丰富 更美好的人生 所以 当你开口说话 或者需要拿出勇气来战胜困难的时候 不妨摆出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来 如果你已经准备妥当 就勇敢地把你想要说的话表达出来吧 保持乐观心态的诀窍 一 即使有一点紧张也不要紧 关键是要正确地进行处理 二 如果你在说话的时候有失误 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幽默 或是别的什么东西 总之 要给自己适当的 积极的心理暗示 告诉自己 一切都很好 卡奈基的忠告 目标高低 带来的自我暗示 直接决定了我们行为能力的大小 摸冰 燙